彰化花坛发生的死亡车祸意外这辆造势的拖板车 在倒车的时候居然完全没有在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车 就把这个停在后面74岁的妇人 连人带车卷进车轮底下 这个妇人被押住之后紧急送医还是宣告伤众不治 车祸意外地点在彰化花坛的油车巷 当时这辆拖板车来到的小巷子路口的时候 疑似要跟对象来车会车 于是他停下来之后直接倒车 但是倒车的时候因为这个后面拖板车载的东西 加上也没有任何视线辅助 就这样直接往后退 他的后方骑机车这一名74岁妇人被卷进去 而现场还残留着当时他去市场买回来的相当多的青菜 应该是准备要回家煮个午餐给家人吃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意外 当地民众说由于这个小巷子附近有一些工厂 经常有大车拖板车载的东西进进出出 但是因为巷子狭小 只要有这个要转弯或是会车 经常会有大车在这边前进后退的 没想到这一次居然因为倒车不胜 造成了一个富人无辜命上轮下